这个小时的全球现场 没有来关心 以巴战是渴望二次停火 因为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 已经抵达埃及 商讨二次停战跟释放人质了 因为以色列面临营救人质的压力 越来越大 外传这一次谈判的内容 是以停火一周的时间 来交换40名的人质释放 好不过外媒方面普遍认为 谈判恐怕没有如此的顺利 而哈马斯宣称 加萨走廊已经至少有2万人遇害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是呼吁 国际社会必须要对哈马斯施压 而不是只针对以色列而已 乌克兰的军方近来提议 要再度征召45万到50万人投入战场 总统泽伦斯基 在年终记者会上头有说 这个是高度敏感的议题 在送交国会审议之前 军方跟政府依旧在讨论 而美国的参院两党领袖 发出了声明指出 年底前没有办法通过 对乌克兰的援助方案 传出前线乌国士兵的不满情绪 逐渐高涨 而最新的民调也显示 泽伦斯基的支持度下滑到62% 被问到了战争 是否会在明年结束的时候呢 他说没人知道答案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